整條村都烏燈黑火 連交通燈都關閉 是港島大停電 星期三凌晨時分 港島區突然之間電壓罩降 導致多區停電 冬至西灣河 杏花村 南至鴨尼州尼東邨都受到影響 興東邨興康樓就有機房懷疑 因為跳電而出煙 有消防到場調查 港燈回應說 供電系統在凌晨零時49分 曾經出現故障 導致港島區電力中斷 氣候在1點半已經恢復正常供電 至於事故原因就有待調查 稍後